新港国社一百周年浩庆幸的华董 上后在新港香港所基盘新港阅文庆百年 方华在兴英明的浩佑阅文年代 尽管从王金珠和兄长曾幻璋都议会就好 台湾第一名李董西瓜創作者林武宪 刘卡约是周静宗都在刑定电视作品 内容相当的抱负在厢亲整个观想 周静宗老师做这个用刘卡来做 所以说是刑法人说 其实我们要弄掉的东西 也能再利用化腐朽为这个星期 化腐朽为美丽 这种是一个很好的期视 新港国社一百周年浩庆下的华董开始 来自很多好友广东电视年以来优秀作品 最后基金开博地会 以会贵宾很多 各类业文作品《宝马会长》 电视包括李董叔叔 李董歌曲 舒嬅 亮眼 社会已经显卡技术创作 新港国小是深港乡创立最久的学校 我们今年要度过一百周年一百岁生日 那希望借由一百周年这个值得庆客的日子 邀请我们在各界发光发热的杰柱校友回到母校 一起来齐聚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一个校友连展 能够带动我们学弟妹来学习成为他们的楷模 也希望带动我们深港乡的一个文化气息 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家长 曾幻章 曾乡长的大力协助 借给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 来办这样子的连展 那曾乡长本身也是我们的校友 那对于我们母校办百周年的系列活动 一直是非常的大力赞助 我们在新港乡公所第四楼来专业所有的创作者的展览 在公所这边都专业配合 让我们新港乡的很多极出的人材 来充足他们专业的业品和组品 让社会大家知道 我新港乡有这么多极出的人材 因为我们所有的朋友或是乡亲的 大家可以来参战 来看看 了解一下 让我们新港乡的竞加 在深港五十八年的祖庆竞加 好 利用飞起的香蕉套 透过咖书創意 藏着出德鸣作品的周景中 也邀请乡亲 再回到新港公所参观作品 在这个要做一个作品 这一个一定先收价 这些东西有特质 我做不到 做起来 有特地大家来给我们分享 所以每一天 我都是用这个五楼的心态 来做这项框架 新港国秀新港业文竖百年 凤华在兴应免员 郝友业文连典 将联赛在新港公所四楼大历堂 几万两礼拜的典礼 欢迎所有的乡亲与营 全都分享得完圣业的书創作 新中华新闻港台金 新港彩虹报道